今天花了35块钱买了一个大猪脚 我来分享一款我们家经常做的一个猪脚做法 把猪脚清洗干净 砍的时候它会有一些小碎骨 顺便也给它洗干净 冷水下锅先把猪脚焯一下水 加入姜片跟料酒去腥 拆好后再捞出来冲洗干净 给大家分享一个小经验 猪脚洗去缝木了之后呢 用细小的流水就这样子漂洗个半个小时 洗出来的猪脚完全没有猪烧味 特别干净 准备一个萝卜干把它切成片 把猪脚放进来 加入两块姜 切好的萝卜干 淘干香菇 然后来调一下味 加入红烧酱油 少许冰糖 半碗啤酒 半碗清水 搅拌搅拌 不需要放盐啦 萝卜干呢它比较咸 最后再放上一颗蒜头真香 选择豆筋键压45分钟 如果是普通的高压锅15分钟就够了 猪脚压好了 泻气就可以打开 开盖了之后再调蒸煮的键 给它收一下汁 收汁的时候可以用勺子翻动一下 猪脚的颜色才会均匀 汁差不多收干了就可以关火 今天我分享的这个家常做法是不是特别简单 猪脚吃起来软糯咸香 越吃越香的 每一口都超满足 喜欢的朋友可以试一下 喜欢的朋友赶紧试试吧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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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